哈喽大家好,我是凯奇,欢迎来到2021年国际奇连男子世界冠军对抗赛第十论的比赛讲解 那么这盘对局呢,世界冠军卡尔森直白先行,第一步走了冰到一四 那么黑棋,俄罗斯特级大师挑战者聂波米亚棋选择了冰到一五 那么这是一个对王兵的变化 那么其实这一步招法应该说比较出乎意外 因为在这盘对局之前呢,卡尔森已经手握三个胜场了 那么所以呢,留给聂波的时间不多了 那么留给他的对局数也不多了 所以很多爱好者们或者奇迷朋友们都预测聂波米亚棋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会走得更加复杂和激烈 会采取一些更加激烈的变化 比如说西西里是人们可能更想看到黑棋的招法 那么但是呢,聂波的这个比较平稳的这个招法呢,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因为聂波米亚棋在最近的四盘对局当中呢,输掉了三盘,仅得了半分 那么所以呢,在这个下一个休息日到来之前呢,他想走得稳健一点 那么想要这个利用额外的一天休息日来调解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 那么所以一丝一五的这个招法呢,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那么在赛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聂波说他走这个一五啊,也是想要奔着和棋下的 因为他觉得如果走C五的话,当然如果白棋愿意的话呢 白棋有很多变化可以走成比较平淡的这个军事的下法 那么对局当中一丝一五,白棋马F3,黑棋呢选择了马F6 双方呢继续重复这次对抗赛当中的一个论点式的开局,就是俄罗斯开局 那么黑棋跳马F6呢,这部招法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容易和棋的 那么白棋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可以强制的走成和棋的变化 那么在这盘对局当中呢,鉴于比赛形势,手握三个赛点的卡尔森 当然如果要是和棋的话,那么对于整个对抗赛来说,是对他非常有利的 那么他选择了马一五直接吃掉,黑棋第六,那么白棋呢退马到第三 这部下法呢相对来说比较少见 那么之前两个人的较量当中呢,白棋选择的是马到F3的走法 那么在马吃一四之后,白棋选择了第四 那么在这盘对局当中呢,跳马到第三 稍稍看上去有点不合其理啊 因为这个马跳到第三,压住了自己的第二兵 而且呢,第二兵又挡住了自己的笑 那么但是呢,这个马在第三呢,将来可以通过F4跳到第五去 那么所以呢,只是暂时的放到这个第三的位置 那么对局当中呢,马吃一四 白棋呢,后到一二 这是一个强制的对后的变化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强制对后的变化呢 因为在后一二走完之后呢 黑棋只能够后一期,其他招法都不行 比如说你要是想走第五保护住一四马的话 我们简单F3一抓 那么这个一四马就被抓死了 所以在这的时候,黑棋必须要走后一期 那么这样的话呢,两个后都在一线上 那么再过几步棋的话 双方就会把后交换进入到一个残局的局面当中了 那么白棋在这的时候,马跳F4 利用对方的后再一期 然后跳马到F4,准备马第五踢后 然后同时呢,威胁这个C7兵 那么在马F4走完之后呢 涅波姆尼亚棋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少见 但是也是非常坚固的一个走法 跳马到F6 回马,回马之后呢 可以守住这个第五格 那么顺便提一下 在2018年,卡尔森和另外一位特级大师 美国棋手卡罗阿娜的世界冠军对抗赛当中呢 也下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 但是呢,在内盘对局当中呢 卡罗阿娜呢 选择了另外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强制的下法 那么在内盘对局呢 黑棋卡罗阿娜选择了马到C6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招法 那么白棋呢 马跳到第五之后 黑棋呢 可以马到第四 我们会看到啊 棋盘上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幕 三匹马在棋盘的中心 并且呢 这个白棋威胁着吃后 但是黑棋呢 也威胁吃白棋的后 那么 虽然看上去这个局面 非常的复杂 但是呢 在双方对调后之后啊 也是一个比较军事的局面 那么在这个时候 顺便指出一下啊 在这个时候 白棋的后 当然不能走祭祀啊 那么白棋的后 如果走到C4去的话 那么威胁第四 威胁C7 看上去很厉害 但实际上在这个局面当中 后C4啊 马上就要输棋了 因为呢 黑棋可以走马到C3 将军并且棋掉自己的后啊 那么在马吃一棋之后 马吃C2 我们会看到啊 这个白棋的马 白棋的王 在一一啊 被这样的一个局面 给僵死了 当然这种杀法 不会出现在 世界冠军对抗赛的舞台上啊 那么继续 我们会看到这个局面当中 在马F4之后 黑棋可以考虑走马C6 是最为复杂的变化 但是呢 涅波选择了马到F6 回马 然后守住第五 那么黑棋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要跟白棋进行后的交换了 那么白棋在这的时候走第四 并不着急去兑换后 因为在这的时候 如果你直接后一棋 对方向一棋 等于说对方会先走一步啊 那么吃回后的同时呢 让自己的向右出动 所以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先走第四 如果黑棋要是后一二 白棋呢 也很高兴 吃掉一二 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优势 对于整个全局来说 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呢 双方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都是想让对方来换掉我们的后 比如说白棋说 你来吃我 黑棋说 不你来吃我 所以双方在这个局面当中 是一个僵尸的局面 那么白棋冲兵第四 黑棋呢 跳马到C6 威胁第四兵 那么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选择了C3 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走法 因为马跳C6 攻击我们第四 那我们在这的时候 兵到C3 保护住自己第四兵的同时呢 还可以限制住对方马的发展 马B4和马D4 都跳不上来了 所以白棋形成兵链 非常稳固的一个局面 那么黑棋呢 冲兵第五 白棋跳马到第二 黑棋呢 退马到第八 也是一步好奇 非常的精确 因为呢 这个马在C6 已经被C3的兵所限制住了 所以呢 黑棋退马到第八 然后随时准备马E6 去换掉这个F4马 那么白棋跳马到F3 那么黑棋在这终于忍不住了 当然黑棋在这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招法可以走了 后吃一二 交坏 象吃一二 那么白棋虽然出动了象 那么黑棋呢 象可以不用放一棋 而是直接一步棋到第六 那么第六对于黑格像来说 是最好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棋的涅博姆尼亚棋 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 那么 走的也是比较精确 先上象第六 是一步非常好的招法 如果你要是先跳马E6 那么在马吃一六 象吃一六之后 白棋就可以先一步 把自己的象放到更加积极的位置上了 如果你再走向到第六的话 那么交换之后 我们会看到黑棋在地线上就会出现叠兵了 那么虽然白棋的优势也没有那么大 但是呢 白棋确实拥有一些比较小 但是比较持久的优势 所以呢 涅博姆尼亚棋在这走的还是比较精确 先上向到第六 白棋短一位 黑棋短一位 白棋呢 上向到第三 黑棋车到一八 那么白棋车一八 双方交换 黑棋马一六 那么在马一六向一六之后呢 双方呢 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对称的一个局面 那么应该说啊 在这个局面当中 和棋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那么对局当中 白棋走了G3 准备马到G2 然后向到这个F4去 来去跟对方交换黑格相 对局当中G6 马到G2 车到一八 冰到F3 在这的时候呢 白棋冰到F3 也是非常精确的一步招法 控制住E4格 控制住G4格 不让对方的马 将来有一些这个活跃的空间 如果现在直接向F4的话 那么在相吃马吃之后 对方可以向到G4 然后准备把相放到F3去 那么对于黑棋 对于白棋的王来说呢 不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白棋没有着急走向F4 而是先来控制住对方马 守住自己的白格 那么对局当中呢 马H5好奇 那么不让白棋 那么容易的去换黑格相 黑棋呢 王到F2 C6 G4 马G7 向到F4 换掉黑格相 向吃马吃 那么白棋看上去 在这个局面当中 成功的换掉了对方的黑格相 那么在这个中心上 那么会获得一些优势 但是呢 聂波姆尼亚棋在这走的 还是非常的准确 那么G5好奇 那么冲兵 然后把对方的马赶走 并且呢 这个准备在王毅上 进行大规模的兵的交换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G5是一步非常精确的一步招法 但是呢 走这种棋的时候 也一定要注意 因为呢 你冲起王前的兵的话 我们都知道啊 兵是国际向旗当中 非常特殊的一个棋子 因为除了兵之外 所有的棋子都可以 这个往回走 但是兵呢 是不能够后退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 你每一步冲兵的话 都要注意自己 可能会潜在的 露出的弱点和弱格 那么G5走完之后 F5和H5都弱出来了 如果这个局面 双方依然有厚在棋盘上的话 那我们会看到G5的话 将会露出很多的弱点 但是在这个局面当中 是一个残局 并且呢 白棋不能够有效的 利用H5或者是F5 所以G5是一步好棋 对局当中马一二 那么黑棋马上冲兵F5 解决自己兵型的问题 那么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走H3 加固自己的G4 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当然不会下这种 有吃必吃的这种游戏 如果你要是GF 在下F5 下F5 马F5之后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虽然子力还是一样 但是呢 白棋的兵型 H2兵和F3兵 那么将会有一些 程度上的破损 那么虽然白棋在这儿 可以走车G1 马上利用这个G线 去进攻这个G5兵 但是如果走的精确的话 那么黑棋完全没有问题 比如说H6保护住G5 那如果你要是走F4的话 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有一波马到D6 可以守住自己的G5兵 那么在FG之后 马E4 比如说你要是王E1 我们就可以HG 那么我们的马在这儿非常厉害 如果你走H4的话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棋也可以走 比如说王到F7 在HG之后 然后我们再走车道G8 也会进行一个强制的 一个合棋的局面 所以呢 在F5走完之后呢 卡尔森并不着急 去这个进行交换 而是走H3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啊 卡尔森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他说他想 这个诱惑对方 冲兵到F4啊 因为如果要是 黑棋冲兵F4 那么对于G4兵就没有压力了 那么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就非常的好了 比如说白棋马上就可以H4 那么在GH之后 我们可以马吃F4 或者是先走车H1 那么我们会看到 黑棋的兵反而出现问题 那如果要是走兵到H6的话 那么在HG HG之后 白棋呢车到H1啊 那么沿着H线进行这个骚扰啊 那么黑棋的G5兵将来也会有问题啊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卡尔森走H3 希望对方走F4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G4兵就没有压力了 随时就可以走H4了 但是呢 涅波在这个局面当中 当然不会上当 往到F7 白棋车H1 黑棋呢H6啊 那么白棋在这儿冲兵F4 那么F4之后 形成了爆炸兵型啊 四兵叫吃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 将会产生大量的兵的交换 那么核棋和简化局面 已经不可避免了 对局当中吃掉 吃掉 向吃G4 车吃H6 那么黑棋呢 黑棋呢走了这个向F5 值得注意的是啊 GF或者是向吃1-2 都是不行的 比如说你要是先吃1-2 想要消灭这个1-2码 再吃F4 但是呢 白棋有一步 向到G6将军啊 那么不管你的王子到哪 我们都先吃掉你的车 然后再吃掉你的向 那么白棋反而是多子了啊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虽然是一个 呃 这个几乎快要合棋的局面 但是双方呢 必须要走得非常谨慎和小心 才可以 因为一步走错 可能整盘对局啊 就会输掉了 所以向F5去对向 那么吃掉 吃掉 对局当中车H7将军啊 那么黑棋呢 马G7 FG 白棋看上去暂时多了一个兵 但是呢 王G6啊 那么抓双 就把自己的这个兵啊 给吃回来了 对局当中车H3 王G5 车G3 王F6 车F3 王E7 马到F4 双方呢 换成了一模一样的 同样的这个四个兵 都在同意 这个局面 合棋呢 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那么马到E5 马到E8 车到F7 进攻这个B7 那么黑棋在这儿车F6 强制换掉车 那么就要合棋了 那在这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啊 你可不要走什么B6啊 或者是走什么马C7啊 因为对方车到D7 在这个残局当中啊 虽然没有后 杀王的可能性降低了 但并不是没有杀王啊 那么如果黑棋不小心 这样被僵死一盘 可就太亏了 所以车F7走完之后呢 黑棋车F6 强制的换车 车吃 马吃 王E3 那么对局呢 进行到了第41步 根据这次世界冠军 对抗赛的要求呢 就是双方必须要到40步之后啊 才能够有一方提合 那所以呢 在王E3之后 进行到了41步啊 双方在这个局面当中 就同意合棋了 马兵残局 同样的这个兵型 同样的兵的数量 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肯定就是一个合棋了啊 所以呢 双方在这个局面当中 就同意合棋了 那么这盘棋结束之后啊 双方的这个 呃 总比分十轮之后 到了这个6.5 比3.5啊 那么卡尔森的领先 三个胜场 那接下来呢 呃 这个呃 12月9号是一个休息日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 四盘棋啊 将会在12月10号开始啊 那么我们会看到 现在的比赛形势呢 可以说卡尔森几乎已经锁定了 这次对抗赛的这个胜利了啊 那么接下来的四盘对局呢 卡尔森只要再赢一盘 或者说在四盘对局当中合两盘啊 就可以呃 拿到这个整个比赛的这个7.5分啊 那么就可以取胜了 而聂波呢 必须接下来呢 四盘棋全胜啊 才能够获得这次比开对抗赛的胜利 那么呃 接下来的四盘棋 他要拿到3.5分 才能够把比赛 拖入到这个加赛当中啊 也就是胜三场合一场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啊 因为你的对面做的是呃 已经这个统治 旗坛十年的这个世界冠军啊 那么联赢卡尔森四盘 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啊 那么当然了 我们会看到经过明天短暂的休息日之后啊 那么在周五北京时间 也就是12月10号啊 将来将会迎来这个呃 接下来世界冠军对抗赛第11轮的比赛啊 那么呃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聂波呢 虽然这次比赛几乎是没有希望了 但是呢 他一定会全力以赴 然后想办法尽可能的这个呃 下出精彩的对局 或者是让卡尔森呢 呃 没能 得世界冠军也没那么轻松啊 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 这个我的老师经常就告诉我说 哎 哪怕你对一个高手 那么你肯定下不过人家 但是呢 你也要有这种亮剑精神 一定要去 付出权力 就让对方的赢完你之后 也会觉得非常的难受 赢你一盘 觉得不容易啊 所以呢 我觉得现在呢 聂波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了 就是让卡尔森尽量赢得难一点啊 好 那么究竟聂波姆尼亚奇 能不能够在这次世界冠军 对抗赛当中获得一场比赛的胜利呢 接下来我们拭目以待啊 那么明天是一个休息日 然后咱们12月10号再见 拜拜